在台灣獲釋文壇的前輩李懿先生病世,享年86歲 非常令人傷感,亦令人唏噓 在香港的時候,雖然我們有不少的共同朋友,但通常有機會在公眾場合碰面 反而去到台灣之後,多了聯絡 在上次見到她的時候,大約一個月之前 而在幾個月之前,她來過家吃飯,當時的俠照見到她是非常健康 因為她還未做第一次的心臟手術,想不到短短幾個月,就是永潔 在台灣見到她這幾個月身體狀況的變化,本身是很令人擔心 從第一次的大手術,去到她出現之後,看到她反應是 略上以前,去到第二次大的手術 出現之後又明顯受了很多 當時她身邊的朋友都已經很擔心,覺得身體實在很明顯又落形的感覺 去到舞台前,不幸她是因為疫情入院,整個過程實在太迅速了 雖然是80多歲的老人家,但是這麼快的落幕,相信她旁邊的朋友都沒有心理準備 放回一部很精彩的人生電影,最後居然是要很快進去完成 其實在台灣跟她相處期間,覺得她最重視是她現在的心頭上寫的那本《失敗者胡亦錄》 她也幾次說笑地說不會那麼快離開,因為要完成這本書 可惜始終都會成為絕暢 本來是有了她在這個頻道做過訪問的 其實都安排了日期了,不過後來身體不好 大家就說,讓前輩身體好一點,就可以慢慢隨便說 反正來日方長,但是奈何呢? 坦白說,感冊人生 《失敗者胡亦錄》是非常精彩的 在她公佈的部分,裡面有很多縮影了不僅是香港歷史的變遷 也看到典型的著色分子面對這麼誇張的大時代 其實人生的選擇是可以怎樣呢? 在裡面她提到她自己是昔日的左傾分子 活躍在外國陣營 當時被視為親共親北京的七十年代 然後變成反共的九十年代 但是曾幾何時都是兩面不吐好 國民黨那邊會封殺,共產黨那邊覺得她背叛 而香港市民也開始適應她的定位 到後期她成為了《蘋果日報》寫社論的主筆 到後期她明顯具有很親香港本土派的傾向 很支持年輕人 反而和《蘋果日報》官方的立場 或者是黎智英先生的立場 在這方面有多不同 所以她認識香港的各界人物 是橫跨左中右 也橫跨了四五個不同世代不同的年齡層 而她回憶都說到不少的故事 對我來說 雖然她當然有很多很多 但是都是似曾相識 也充滿啟發的 有好幾個事跡 譬如說她說到這本雜誌70年代 當時為何會營運到 接著出過什麼事 北京為何開始由將它視為同路人 變成對手 中間是得罪了什麼人 這些故事和我另外一些渠道 在另外一些前輩聽回來 剛剛就構成很完整的砌圖 接著我就發現原來香港以前是這樣的運作 就會覺得仿然大悟 當然剛才說得比較含糊 因為有些人的名字和事 現在都未能夠完全公開 但是我自己也整理一些故事 希望有此一天都可以分享 於是在台灣其實就過一些個人 家庭等等前輩的回憶 或者我所知的香港近代 牽涉到我聽聞也好 或者是旁邊的親人有參與的歷史 都向他請教 也是獲益良多 更加令我深信 無論大家是什麼人 什麼立場 什麼背景做什麼職業 將香港真正發生過的事情 記錄下來 絕對是我們的責任 在你兒前輩的一生對我來說 有兩件事是最大啟發的 第一就是他怎樣去認識 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的本質 和國民黨有什麼分別 這篇文章是他很久以前發表過 在他回憶錄裏再提多一次 而對我自己是無時無刻 都是記住他說的這個故事 因為實在反映了很多結構性的議題 故事就是說他曾經訪問過一位前輩 是文匯報的徐主誠先生 這位文壇前輩本身就是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 已經活躍文壇 然後留下在中國大陸 然後反右等等 當然是被批鬥 右派 去到改革開放的時候才有機會 從獲自由來到香港 所以才有機會做一個訪問 但是在國民黨管治的時期 他也是坐過牢的 因為那時候叫做左傾進步文人 也是要坐牢的 於是你前輩看到一位徐主誠先生 就問了 徐老你又坐過國民黨的牢 又坐過共產黨的牢 你覺得有什麼感想有什麼不同 那為什麼我特別記得這個故事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向你前輩請教過 一些跟這方面有關的問題 而他就特別跟我說多一次 親口說多一次你的護士 所以其實我看過一次 跟著近年又看過一次 跟著他又親口跟我說過一次 當然加了很多細節 於是是特別有reason性效果 徐主誠就這樣回答 他坐國民黨的牢 坐完之後 周邊的人 他的家人 倫理 朋友等等 全部都當他是英雄 大家知道他是坐政治牢 都是冤獄來的 會覺得他能夠有風骨 可以聽過去 而且他是為民發聲 所以才要坐牢 雖然他的肉體是被囚禁 但是他的精神是自由的 他也可以保住個人的尊嚴 而他跟所有人的關係 不僅是沒有疏離 反而更加緊密 但是去到他要坐共產黨的牢的時候 就相反了 他的家人要跟他畫清界線 他的朋友 他的鄰居 根本就不敢認 根本就不敢說認識這個人 在監獄中 不僅是囚禁了他的軀體 令他身體沒有了自由 而他的精神也沒有了自由 因為裡面的人不斷會過書 不斷要打倒昨日的我 不斷要說自己以前也是一個罪人 賤人 壞人 不斷要潛立自己的尊嚴 而他出到監獄之後 也沒有了個人以前的尊嚴 因為沒有人會歌頌他 沒有人會說你是英雄 沒有人會說你是長得好 你是站在真理的一邊 大家只會對他兜路行 以及避之失格 所以徐柱成先生 就希望透過自己的經歷 講出這兩個黨最大的分別 雖然都是獨裁 雖然都是專政 但是對中共政權來說 是有根深蒂固的 控制的 不僅是要控制一個人的行為 還要控制一個人的思想 而且非常害怕 一個社會有任何組織的力量 去取代官方唯一的組織 即是共產黨 於是在這個管治模式之下 任何有可能 將人與人之間 不需要依靠官方的組織 即是黨 都可以連結的 就要將它瓦解 任何形式的串連 都是潛在顛覆政權 都是潛在的挑戰 絕對不容許人有獨立自主 人有自由思想 就算有的話 都不容許人與人之間 有這一類的 發自內心的連結 對這個政權來說 必須要人 化成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粒子之間 是不可以連結的 才有需要組織的存在 組織是可以存在 但是人不能有機地連結生活 這就是共產黨和國民黨最大的分別 所以在國民黨管治的時代 哪怕都很高壓 哪怕國民黨管治大陸也有很多冤獄 甚至是政治暗殺等等 但是 意見人士都依然可以發聲 發聲之後 承擔什麼後果是另一件事 但是他們的不滿 他們的情緒是可以表露的 而他們也是有社會的稱譽 否則當時的左傾知識分子 就不會有光環 但是到了中共管治的時代 所有留在大陸的曾幾何時 有個光環的人 很感言的人 全部在反右運動 都是一網打盡 自此沒有了自己的靈魂 只能夠作為一顆粒子 在一個這樣的環境之下 苟然殘喘 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奪射 所以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香港被奪射 對有這類經歷的過來人來說 是特別敏感的 不需要具體 在自己身上發生什麼事 或者還沒發生什麼事 就已經感受到那股微的差異 正正是徐柱誠前輩 口中 國民黨監獄 和共產黨監獄之間 那個差異 然後我就問李二前輩 徐柱誠既然這樣說 他這麼認識這個政體 為什麼他又不留在香港 他私不又得 也有這麼多月曆 也有勇氣說這番話出來 起碼那時候他還需要回大陸 他還要說這番話 起碼他也有他的勇氣 坐了這麼多年間 李二前輩就說 不幸地 認識這個人的人已經不多 而他也沒有信心 在香港一個全新的環境 可以生活得很好 於是探完親之後 迫於無奈 還是要回到中國大陸 一個人才 一生人 就這樣白白浪費了 人生最黃金的階段 就坐幾十年牢 人生最能夠發光發熱的時候 就要被不斷批鬥 本身是應該受到人尊敬的 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正常的社會 絕對是應該成為 社會的良心 絕對是應該成為社會的動良 但在一個奇怪的政體 就會變成被 被高度批鬥的有派分子 而李二前輩 另外一個 對我本人最有啟發的人生經歷 當然就是他 由七十年代轉型 做九十年代的階段 那個蜕變究竟是怎樣的呢 由人家眼中的左派分子、親共分子 去到被標籤為反共的 所謂國家的敵人 因為這麼大的轉變 其實中間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呢 在他接受很多訪問 或者他自己的回憶錄裡面 都有詳細說過當時他的心路歷程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現在再特別補充 但我記得他說的最強調的一點就是 他看了這麼多書 編了這麼多文章 認識這麼多文人 無論你什麼意識形態也好 你支持反對哪個黨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知識分子應該要有獨立思考能力 是應該尊重思考和表達的自由 你是經過獨立思考之後 你支持中國共產黨、國民黨 支持獨立反對獨立和什麼都好 起碼應該經過一個思考過程 然後應該有你自己表達的自由 而他慢慢看書越多 認識的人越多 以及對這個組織了解越多 很明確確立一點 這個組織這個政權 是非常之不猜你是獨立思考 他很需要你跟他去走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強調 人生而自由 是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的話 真是根據你自己的思考去寫評論 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話 就會不為這個政權所用 他經常強調真理是通過不斷反思 不斷批判 即是我們所說的通識 即是本來的通識 才可以去發現 換言之你是要不斷批評人 被批評打倒人被打倒 其實共產黨本來都是想說這些 不斷去反思 不斷去互相 去給一些關鍵的評論 只不過去到最後 他們是為了自己的權力走科入魔 變得完全不鼓勵真正的獨立思考 所以為什麼由最初 支持一種好像很進步的政體 慢慢發覺其實都是掛羊頭賣狗肉 慢慢發覺其實這個政體 是完全不鼓勵獨立思考 反而是打壓 去到最後徹底分道揚標 而這種人生的蛻變 正正是很多知識分子 很痛苦掙扎了一輪之後 其實很難再有第二個選項 去到最後都是會得出同樣的結論 於是根據同樣的獨立思考的原則 例如去到晚年 相當支持香港本土派 甚至連蘋果日報的立場都開始偏離 但是對他來說 他是貫徹始終的 他那一刻想到的事情 他那一刻的分析 認為這樣是正確的 其實都要相當勇氣 去到這個年紀 才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刻 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你以前沒有來到台灣 所以才有機會比較多的相處 而諷刺的是根據這條 所謂的法律 這條是在剛才說 隨著成的年代所說 令共產黨之所以是共產黨 給國民黨更加打壓人性 剝奪人靈魂的法律 在新香港好像蘋果日報的主筆 例如盧峰 李平等等 沒有人想過他們會 有可能坐牢 或者成為國安重犯 但是這些朋友都一聘被 港區國安法拘捕 都是未審判先囚禁 到現在都是未審 而罪名是那些 莫須有息的勾結外國勢力 根據這條線 《蘋果日報》有一份 很普通大家會看的報紙 突然之間變成一個 外國勢力顛覆機構 他的員工 例如做主筆的盧峰李平 都是要坐牢 到現在 李懿先生 他也是寫社論的主筆 雖然80多歲 但是根據這樣的法律 再根據他的人生月曆 自然知道是沒有任何 留在香港可以安全的理由 大家看到年90多歲的 天主教陳日君書記 都會被國安法拘捕的時候 也很明白 李懿離開香港的決定 是絕對合理的 但是 因為老人家 80多歲的老人家 始終都是叫走爛 他適應新的環境 離開他最中愛的地方 離開他視之為家的地方 相信他都大概預視到對家的永別 很可能會再有機會見到香港 然後又要周居勞頓 又要承受其他心理的壓力 自然是很容易拖垮身體 所以他不幸在這個時候離開 雖然都真是高齡86歲 但是我們可以說 都絕對有這個政權 都絕對有港區國安法 間接把一位老人家迫死的責任在裡面 對於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李懿是非常支持的 而且他在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 而且政權明顯通過純粹高壓 他在鎮壓運動的做法 變得毫無疑問的時候 他都繼續努力地鼓舞時期 他經常跟他的朋友說 其實這個運動 你的運動也好 革命也好 什麼都好 長遠來說 絕對是一場成功 因為註練了香港的人心 也將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如果沒有了這場運動 香港人可能過多三五七年 就會被徹底消化 根據他作為國內人的見解 自然明白徹底消化 沒有了身分認同 會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有了這場運動 大家永遠都有永恆的回憶 也都建構了永恆的identity 關於他這些觀點 大家看時代革命 當然就會記憶猶新 而看著他對香港有這麼濃的情 為何這麼愛香港 也都曾經 是曾經這麼愛中國的人 最後都是要被迫 嚇死而鄉 但是那些一手摧毀香港的元兇 又繼續在我們的地方 幕後而貫 反映了這個確實是令人非常窒息的大時代 很多媽媽曾經跟我說過 你前輩年輕的時候 不僅是左派圈子的萬人迷 也是整個香港文壇的萬人迷 因為除了文不出色 見識是絕成一家 外形也是非常英盡瀟灑的 那媽媽就這樣跟我說 我才聲明 我沒有確實檢查 也沒有求證 因為很難如何求證 但是我相信也是事實來的 你前輩以前被稱之為香港的Paul Neumann Paul Neumann是一位奧斯卡影帝 如果生一代不認識的 上網搜尋一下他的照片 就發現是認到什麼地步 而你現在的外形 確實很像這位Paul Neumann 你前輩聽到讚美之後 就很陰謹地說 不要說笑了 我也是一個香港的Paul Neumann 我是一個香港的 壞老人 一個很窮的老人姐 正如他把自己的回憶錄 命名做失敗者回憶錄 成功的人 永遠都不怕跟別人說自己的失敗 永遠都是一些失敗的人 失敗的政權 底氣不足 自己虛脅 沒有信心 才到處打總念充滿子 見人就說自己很成功 才是需要有玻璃心 別人說一句半句批評 都會覺得是大役不道 成功的人自然會有胸襟 對種種的是非、種種爭議 都是一笑自知 自稱是失敗者的人 往往才是真正的成功 所以當你以前輩自稱是一個Poor Old Man 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他是真正在香港 既心靈腐足 也是永遠年輕的一位前輩 祝願他在另一個空間 繼續完成自己的失敗者回憶錄 也相信 只要有緣 總能夠在某個空間再會